听到你们讲是队伍被分散开了 然后如果要在这个大厅 可能还是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 那么现在这样的限制 有没有影响到大家的工作热情 以及我们的传播效果 是不是跟以前是说更好了呢 其实我们这些限制 其实没有影响到大家的工作热情 大家还是很积极的站到这边 然后我们就完全配合 他们警察的一些要求 我们很理解 我们本身在这里和平抗议 我们执行自己的权利 同时也不愿意给别人 再造成任何的不方便 我们都不愿意这么做 所以我们就完全配合大家 然后我们不愿意任何阻塞交通 对我们就是一个人站到这里 两个人站到这里 这种然后警察其实给我们 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 这个警察是非常好的 他就是我们有好几位警察 然后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 都跟我们有很好的交流 他说我完全了解 你们的抗议的内容 我就是我完全支持你们的抗议 我觉得你们抗议太棒了 然后呢他们只是在执行一些 他们的上司 他们的长官告诉他们的一些事情 然后就是 但是他给我们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 如果我们聚集的时候 就靠着墙 靠紧一点 所有战友挤到一起 靠着墙站 然后呢 如果分散的时候呢 我们就十个人或者十五个人 我们全散开 全散到这个大厅的四周 这样其实反而更能带来更好的影响力 然后我们就这样全散了 每一个出入口 每一个地方 只要有行人路过 大家都可以看到 一位我们的战友在举着 我们的抗议牌子 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其实早上开门的时候 也在帮助跟警察沟通一些 我们的一些规则 我们可以让开门分享一下 这就是一个美丽的美丽的美丽的美丽 那是我们的美丽的美丽 我们要保持 我们的美丽的美丽 我们要保持 抗许准备的 free speech 像他们在中国 在中国 来的 MTA police Metropolitan Transit 处理 保持 你们能够 能够 明白 我们的目标 我们不是 我们来不断 我们来不断 人 或是 准处 准处 有很多 traffic 在这个 train china 我们在最后 我们们的一样 非常重要的 节目 因为 在美丽 中国 这里 在美丽 美丽 通过 中国 需要 保持 保持 方式 客 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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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